呃 我觉得其实也是要慢慢积累的 呃 我觉得 呃 就是 所有在乐场上面 然后能力出多少 然后 其实都是靠一点音乐的积累 然后 呃 才能够有今天的定位 所以我觉得 呃 一个是要多寻序 然后还有一个 当然就是 呃 还是要 呃 做自己 嗯 好 啊 今天 呃 刚才给那个 呃 就原唱班的讲 呃 然后 之前她说就是 她们会有拍我唱剧的计划 不知道说两位有什么 在我唱剧的计划 呃 呃 拍个anvillia 什么 呃 之前在台 台上 然后有跟她 说到 然后说 其实 呃 跟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也是呢 因为光 光线的一个班奖 呃 量在面前 呃 然后 呃 然后在 之前也有一个机会 然后 本来要 呃 也有邀请她 然后就是 呃 就是 呃 其实一起拍FV 一些故事 然后对 但是那个时候 就是她 有工作要忙 然后所以 就是 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然后希望 然后 都希望以后能够 就不管上 呃 不管是音乐上还是 那个 戏剧上面 都能够有合作 好 现在呢 我们有什么的小众 好 一起来 我们的比比 接受大家的采访 欢迎小钟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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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这个是 全能新人大奖 谢谢 呃 要延续刚刚的话题 当然 就是 因为 我刚刚就是 在台上有跟周比唱说 就是她一出道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关注她 因为 就是我在演艺圈 就是从来没有看过就是 竟然有唱 会就是跟我一样的 这个 顺畅的唱 这个四方名字的 艺员 所以她算是就是跟我都 最后结尾都是一个顺畅的唱 所以 特别的关注她 然后之前也是因为 因为 刚好 缘分还未到 本来有机会可以一起工作的 后来就没有机会了 接下来会有机会啊 未来一定会有很多就是 任何 任何可能性 任何可能性 吓 吓死我 我已经要说脸音之类的事 哎呦 吓到我了 来来来 我们媒体朋友 有很多问题 来评价一下这个 来评价一下这个 哦 能唱能跳啊 我超喜欢她的芯片 嗯 对啊 那个 我有看到她 就是我那个时候 在台北宣传的时候 然后也有看到啊 像 没有蓝帆啊 对啊 对啊 然后就觉得 因为她 我认识她的时候 其实是 腸胃子脸 对 有出道的时候 嗯 那个 就是 感觉还蛮柔弱的 因为那个蛮橘色的形象 嗯 然后后来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 呃 比如说俄作剧之文之类的 呃 就是欧像剧 然后 也从来没有想过 然后她会 就是 就是 歌手 进入歌台 会 还边唱边跳 我谢谢你没有这样 我手少看 哈哈哈 所以 结果就看到她能唱能跳 之后 你那个第一反向 反应是什么 就觉得 还还还蛮有惊喜 你不可思议吗 还蛮蛮有惊喜的 是 很惊喜 第一感觉 那时候看她在比赛的时候 觉得很酷 一直想要研究她的眼睛 是什么牌子 哈哈哈 想要研究眼睛的 我觉得她 她感觉 第一印象很像 什么卡通人物 的让我那种感觉 后来 仔细的听了她的歌曲之后 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都共鸣 是因为我觉得她 在歌里面透露出很成熟的 那种 小大人的那种想法 然后所以我在她身上 就得到了很多的共鸣 加上她又这样唱 所以就是 特别印象深刻 好 我们几个朋友 二位今天是BB给 剑云唱班 对不对 所以其实 第一张片获得了成功 那你的情况呢 我的情况 对啊 接下来 那么多人等待BB的 接下来 刚BB不是说 歌迷不是说要演唱会 对 演唱会 今年然后确定 然后 肯定要见面 大概什么时间 大概 可能 也是 几个月后的事情吧 那你会有想法 邀请小松做表演嘉宾吗 好 现在现场就要 还是我们 就现场来一个 就是我跟林志玲 在MD里面的 你来一个 啊 可以啊 没有开玩笑的 或者 或者是拍一个故事片 然后 完成全场 好 我觉得 好期待你们两人的合作 双唱 出响 就是啊 因为今天跨年的时候 呃 就是那个发生了一些意外 嗯 在开演唱会的时候 就不要再进行 太热情 回到你那些 哦 这没关系啊 那个 热情也是一种表现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小松 可以有时间给你准备拍照 上 Che way 来 这边 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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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咳 咳